今天騎到了這台 野狼125 是屬於比較路上常見的老野狼 然後是舊一點的老野狼 這台有什麼特別的呢 這台引擎是我換的 因為它之前引擎有些問題 所以我就把它拆開重新分解 而且這台二廢是完整保留的 所以它二廢是有作動的 當然很多那個 很多橡皮有破掉啦 不過膜的部分都是還蠻完整 這種老野狼真的非常不環保 很多零件都是不環保零件 這個應該是有摔過 把手歪歪的 車子也歪歪的 然後因為那個 煞車彈簧在安裝的時候 所以壞掉了 所以現在是沒有後煞車的 對 後煞車是沒有腳桿的 還需要多一根彈簧 才會有腳桿 那我猜的時候有發現 就是它的125 雖然是125 不過它用的是凸頂活塞 所以它理論上來講 這台應該是比那種 新一點的125動力還要強的 然後它的曲軸 看起來跟我們的新的125 就是野狼傳奇125啦 畫油版的 或是狼仔125的曲軸 長得不太一樣 它是更老的曲軸 活塞眼鏡有沒有通用 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煞車其實還可以 蠻有力的 奇怪我之前這台老野狼怎麼都沒什麼煞車 這台煞車很有力說 我覺得比金旺的有力 金旺的怎麼那麼沒力 然後這台車子都沒什麼保養 所以引擎狀況真的很不好 外觀是還不錯 但是引擎狀況超差的 應該是車子都沒保養 離合器有換新的了 所以離合器還可以 試著大摧油我們看看 震動沒有我想像中這麼大 其實還可以接受 其實我以前就有騎老野狼了啦 我以前自己有買一台 只是那台最後賣掉了 那賣的那個人也很久沒聯絡了 不知道他還留不留那台車 我在那台老野狼就是 他的畫油器有問題 所以我就把它賣掉了 那現在想想那個都是小問題 而且那個時候 雖然我們現在買畫的其實很便宜 不過那個時候買畫油器很貴 那時候換一顆畫油器是很貴的 大概十年前吧 一顆畫油器換起來原廠的 可能要到三千五四千那邊 野狼的喔 KTR更貴 KTR可以到五千 當然跟現在的噴射電腦比起來 也是很便宜啦 然後老闆說換檔會卡卡的 可是我完全沒有換檔會卡的感覺 其實他維修之前 我是沒有騎過啦 不過現在維修完 我這樣騎起來換檔是很正常的 那最後是換了什麼 換了開灌器跟止擋器 現在就是不順而已 以前是完全卡死 然後畢竟野狼已經是屬於我們的 比較後期的懸吊了 就是屬於一般的潛望式懸吊啦 跟金望那種TLAD還是有差 騎快的時候比較舒服啦 不過他的剎車很重手就是了 他後剎車基本上就是 跟現在新的野狼是完全同用 連剎車皮頭都同用 所以就是完全一樣啦 沒有變過 他把手好高喔 那是很舒服的感覺 雖然他車子歪歪的 因為這台車引擎剛重組啦 所以就 簡單拉一下就好 不要拉太高轉 前面路就蠻寬敞的 可以簡單拉個轉 二檔拉個轉喔 還不錯耶 雖然引擎內部狀況不怎麼樣 不過引擎好安靜喔 然後這個開關也是全部都跟 新野狼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喔 震動的部分呢 真的還好 其實我真的覺得 是因為我那台野狼改了 給他改六五缸 然後我又很喜歡騎一塊 然後拉到高轉 所以我覺得 我那台很正 騎到騎到才野狼 我就不知道他們在抱怨什麼 我那台那麼正 我都這樣騎了 好啦沒有啦 其實震動還是有啦 跟速克達 或者是跟平衡軸的車比起來 還是有 但是沒有想像中 這麼嚴重就是了 所以你的車很正 大概只有兩種原因啦 一種就是你給他改裝 另外一種就是你車子有什麼地方 就是可能氣門啊 不順之類的 才會有震動很大的問題 我真的好久沒有騎老野狼 我這邊還有一台老兵士 然後 因為我有換了排氣管墊片啦 所以這台車的排氣不會太大聲 對啦 還有就是老野狼的儀錶 跟那種追風王牌不一樣 他的錶跟KTR比較像 他是屬於比較緊的錶啦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快樂的錶 他尾數可能就80、90那邊而已 因為他的錶很準啦 因為KTR的尾數其實 正常路段騎起來就是 100左右而已啦 鏈條也是換那種很爛的 所以我現在騎起來會有一種 前後拉扯的感覺 但是我確定他這個不是因為鏈條 騎太久 所以導致鏈條什麼變長啊 之類的 沒有 或者是那個滾子掉下來 像我以前的野狼 就騎到滾子掉下來嘛 沒有 他就是單純的 鏈條品質不好 所以會前後亂拉 GP125 39,800 但是我後來去大補油門 應該是會 對會NO GO 對 這是正常的 老野狼都這樣 其實新一點的野狼也會這樣啊 就是 你可能超低轉 然後直接補到底 大補油門是會NO GO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補一半到四分之三 他才是最快的動力輸出啊 車價是會比 新野狼還要 弱一點的 他的車價 用眼睛看就明顯比較單薄 雖然售價也比 新野狼便宜了 不只一個檔次啊 當年這一台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 3萬多的車 然後比較 那時候的老野狼 就是差不多 05,06年的老野狼 應該是4萬多 所以差了1萬多塊 所以其實也算差蠻多的吧 那我覺得野狼這種車 雖然說不用太好的保養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機油還是要換 要不然你把引擎弄到這樣 其實也很難救 因為你可能 平常騎一騎3萬4萬都沒事 然後5萬出問題了 那個出問題之後就會很難救 所以機油你可以選什麼中油的都沒關係 就是不要加到假的 第二就是還是要換啊 可能1000塊你覺得太貴 你就1500換2000塊 但還是要換啊 這個機油感覺就是用假的 就是那種騎了5、6千秒換的一種 那就有點過分了 以後有機會 一定要試騎一下什麼 白金野狼之類的 嗚~~ 那壓彎的感覺就是就跟 野狼傳奇 一模一樣啊 欸現在因為騎一段時間 車子開始小過熱了 小過熱就開始難打擋囉 這是我故意的啦 因為我想要 看一下它有點過熱的話 騎起來會怎麼樣 沒有開始啪很大聲了 這個新野狼也是過熱開始就越來越難打擋 這台還是新一點的啦 這台可能就22歲、23歲而已吧 沒有到像追風王牌那種30、31歲 應該沒有那麼老 應該就22、25歲左右而已 還是野狼的懸吊比較爽 對就是騎這種路 還是比蘇格達舒服很多的喔 他這邊不知道為什麼給他焊了一個這個 很奇怪啊 那後倒鏡我就拆不掉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老野狼 對其實外觀就是 路上會看到的那種老野狼啦 然後他的鼓煞呢 是這種小鼓煞的 那野狼的話呢 雖然我不能說我超厲害 但是我可以說我很厲害 那這個就是小鼓煞的鼓煞啦 然後煞車力到差不多就跟100cc的前鼓煞差不多 我覺得比金旺強一點點 但只有一點點而已 那如果你說你正常煞車是都夠用 但是你要急煞的話 可能就可能暗到底都不一定有辦法把車輪停下來啦 那你說鼓煞夠不夠用 其實我認真覺得你正常騎其實都很夠用 然後旁邊呢 是屬於比較新的野狼的這種很大片的側蓋 把骨架遮起來這一種 不過他的骨架跟那種我們最常看到 狼R125、150那種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完全鎖點共用什麼設計也是長一樣 但是就是他的用料是不太一樣的 這種比較老的明顯的用料就比較薄一點 但是當年這台車也是賣的比較便宜啦 然後就腳踏什麼的應該都是共用啦 跟現在新老狼應該都一樣 然後這一塊長得不太一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長得不太一樣 可能老狼都長這樣吧 我也沒有很確定 那避震器也基本上就跟新野狼一樣 什麼調鍊器啊調整鏈條啊什麼的都一樣 方向燈啊尾燈 尾燈 尾燈應該都一樣啦 然後這個貨架應該是原廠貨架 然後這個是自己裝的箱子嘛 這就是箱子還不錯 然後野狼標準的公測箱也一定要有的啦 然後還有這個擋泥板 少了一個明星擋泥板就更完美了 後煞車快要調到底了耶 那後煞車現在還有點問題啦 因為就是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這個彈簧斷掉了 就這邊這個彈簧 這個大彈簧鉤子斷掉了啦 不是我們沒裝或者是我們不會裝 是它斷掉了 那以前的野狼說真的 我覺得烤漆品質比新野狼好多了 你看那個烤漆還是還不錯 現在新一點的野狼可能放 放到現在都已經開始生鏽生鏽 這台還沒什麼生鏽 那有可能是這台保養特別好而已啦 然後它已經有跟新野狼一樣的 就是四期環保的二費系統了 但是它是三期環保的車子 但它應該是可以驗得過四期環保啦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這個化油器 你看化油器是這個化油器 還不錯吧 SYIC 然後彩發桿感覺是新車到現在都沒用過 超級無敵緊實 完全沒有使用過的感覺 那啟動馬拉道是要轉不轉的啦 然後離合器線也都是跟新的老狼共用 然後老狼管 對這是它的正圓廠老狼管 正圓廠老狼管它有前面這個防燙蓋 然後後面是沒有防燙的 然後老野狼一定要裝的這個 方形保保護桿 還不錯吧 然後有一些螺絲用的也是跟新野狼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這個都是小問題啦 那還有一個跟新野狼不一樣的是 它的空濾箱是跟雲爆比較像 然後它裡面的海綿 可能也是跟雲爆共用 KTR共用 那KTR的設計跟 這種空濾箱 長得不太一樣 但是海綿是共用的 沒記錯的話 記錯的話你可以糾正一下 對就是大概這樣吧 三角台也是超薄的一個 跟新野狼比起來 這個三角台真的超薄 就是人家說的鐵片三角台 那你說它剛性不好嗎 對真的不好 有騎過就知道它的剛性是真的不怎麼樣啊 然後我也忘記這台車是不是呼吸大燈了 應該是呼吸大燈 就是那種交流發電的大燈啊 然後喇叭 喇叭有換過 喇叭原廠不是長這樣 這個是改裝的那種比較大聲的喇叭 然後前叉也都是已經是新型態的這種前叉了 裡面的系統應該也都是新的系統了啦 我在想 因為它的前叉作動效果蠻好的 其實我對野狼的前叉 那個評分很高 因為我覺得它很平均啊 就剛好這個車重 剛好這個懸架 我覺得還蠻棒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喇叭超漂亮的 喇叭 因為看多雷史歪案就想要不一樣的啦 如果HONDA就更棒了 這種這麼老其實自己也沒玩過 雖然以前我有買過一台 但是我從來沒有認真的去玩過這台車 而且零件也都還蠻好買的 副廠的也很多 那你想要買大陸的零件也都是 買到的也是很多人在進 你可以整台車引擎換掉 換成那個250cc就可以很好跑了 不過你煞車可能會停不住就是了 那震動比我想說還要小 可能是因為我改了65缸啦 所以我的野狼震動其實還蠻大的 那跟其他車比起來的話 它的震動的確是算大啦 但是不會到不能接受的季步 但是如果你騎長途 可能七八十連續騎的話 你可能就不太能接受 那這種老野狼最適合爆改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沒有車台號碼的老野狼 所以你可以很爽的去改這台車啦 好啦 那這台老野狼的採訪啊 試騎就到這邊結束啦 基本上就是一台車價弱化的新野狼啊 好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囉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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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